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的坊间书里面也有介绍很多个 不过我发现有一些很方便但是整合性不高 或者是说他开发debug不好debug 那我觉得Equipus这个环境他比较是 我觉得各方面讲起来应该是比较是 找不到大缺点的 因为没什么缺点 但最重要他不用钱 应该也没什么好挑的 每个人也要付任何费用的话 而且他要开发其他环境像Java 如果你有在写其他东西的话 Java也可以PHP也可以 像JSP也可以 C++ C多么也没有问题 那目前他是没有完全for Python的一个环境 那我想未来应该会有了 所以我们多了做一件事 就是安装Equipus的外挂 那外挂的那个路径 我其实你们找一下也有了 大家会把它贴到我们云端上面 你就把Equipus环境下载之后安装那个外挂 那他就会有forEquipus的开发环境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利用Equipus开始建立一个专案 所以上礼拜我们已经做到哪里了 做到开启Equipus 另外记得你可能要设定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在Workspace里面 记得Geno这边Workspace 记得要把开发的这个环境 Workspace记得一定要改成UTF-8 因为预设它是在微软的Windows里面 所以它预设是MS950 所以如果你没有改这个的话 那你要另外掉一个警 Coding冒号UTF-8也可以 不过你每一次要写程式就要写那一段叙述 那一些注写 其实也不方便 干脆一劳永逸 最简单的方法就直接改这里就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应该看不到乱码 如果你有看到乱码 请你一定要改这个地方 那以后呢 如果你们要开发其他东西 因为Python太多延伸性东西 像你要开发Wave有Jungle Workspace 很多的相关的套件 其实都可以用这一套来开发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起点 你可以延伸的东西还蛮多的 OK 很多细节都差不多 用这一套其实都够用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环境设置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要开始 开始做一些事情 那做哪些事情 也许我们上礼拜有跟各位讲 要开发一个那个什么 开发专案 你有一个什么项目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有 上礼拜的环境没有还原 应该会有个 那个Python的 Pydeaf的项目 那也就透过那个外挂会产生 所以假设你将来没有出现在这里 那Other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Python的 这个特别说因为我们有装了一个外挂 叫Pydeaf 才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Python打开之后发现没有 那你要记得 你可能就是要把外挂再挂上去 OK 再来的话可能还要再设置几个 上礼拜还有一个地方 一定要再检查一下 除了Workspace之外另外一个地方 还记得吧 要把你的Pydeaf 跟什么呢 跟你的 你安装的Python的那个目录 要做连接 所以你要可能要检查一下什么 在Pydeaf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这个 Interpreters 这里面的话 你再去找到Python的Interpreters 这个地方的话也特别注意 就是一定要看到 你要去找到 你的Python的Exc执行档的位置 那我是把它放在C别底下 不过理论上如果我低别 我可能会放低别了 那也就是说 你要跟他做连接 如果没有连的话 你将来在做那个Debug的时候 或者你要在Compile的时候 他会跳出错误讯息 跟你讲说 他找不到这个Compile的 那个Exc的位置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再把New一下 然后记得就Browse一下 上礼拜都有 如果细节 假如说你忘了的话 你就再把它Browse 记得你将来你的这个 一定要看到底下 他已经帮你设置好 这样子就是一个OK的环境 以后的话 反正你做一次 如果这环境没有还原 应该就不需要再重做 那我们今天的话 就要开始来做一点事情 所以今天的话 也许上个礼拜 我们有Hello Python 然后有加了一些东西 加了加种 那里面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加种 后面串接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他相加之后的话 这个是Person 是求余数 那余数把它Print出来 记得要把它转型 这个转型后面会再提到 那任何地方都需要转型 你如果要输出Print 一定是自串 但是你要加减乘除 一定要 比如说你一个Stream 你可能要转成Int 如果你有小数点的话 你可能要什么 加一个Flow 用那个辅点的方式 要转成有小数点的 对 请不吝点赞订阅